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rve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德国共议院常务委员会尽早投票 赞成保守党的行为 属藐视国会有可能会触动秋季大选 加国CF-18战机 今天在利比亚领空执行护防工作 卡扎菲支持者在绿色广场抗议多国 向利比亚进行空袭 日本地震死亡及失踪人数达2万人 自卫队今天继续向核反应堆的3号和4号机组注水降温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国瑜网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3月21号 星期一 农历2月17 是24节期中的春分 我是何珊 节目开始了 我们先来关注本地的新闻消息 省警已经公布皮尔区卡列登镇上周四 也就是17号晚上发现的一具女尸身份 死者是来自阿省卡尔家里的20岁女子 Kara Freeland 死者生前为伴游女郎 安省省警已经证实 死者失踪前的数月一直在多伦多市居住 死者的尸体是在周四晚60左右 在卡列登镇郊外的一条沟渠被一名慢跑者发现的 岸省省警刑事罪案调查组在接报后迅速展开调查工作 包括在现场进行封锁 以及向当地居民查询等 省警表示 鉴于该宗案件的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 现在谈论死者的死因言之过早 WOW TV 李超报道 我们再来看家国方面 针对保守党政府的听证会 今天早上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 国会众议院常务委员会投票赞成裁定保守党政府的一系列行为 藐视国会 委员会已经起草报告 并在今天晚上将最终报告上交国会众议院 委员会此次历史性的投票结果 将有可能最早在本周晚些时候导致联邦保守党政府垮台 此次的投票主要针对保守党政府在一系列政策的支出方面 诸如计算裁减企业税支出 打击犯罪以及购入F35战机等瞒报数字 常务委员会保守党议员对此次投票表示不满 并称会写报告向众议院抗议 至于保守党国际合作部部长小田指示下属修改政府公文 并向国会撒谎一事 委员会将另外起草报告 并最晚在本周五上交国会众议院 WOW TV 李超报道 那么尽管反对怕集中火力攻击联邦保守党政府 在一系列政策上瞒报之初 但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保守党依然以39%的民众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 根据Ninos Research民调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 针对今年的秋季大选 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甩开其最大竞争对手自由党11个百分点之多 该民调公司表示 如果现在就举行大选 结果将会和2008年大选的结果非常一致 而在总理候选人是否胜任方面 先任总理哈普的支持率 虽然较上个月下降了7个百分点 但仍然以29.8%领先 排在他后面的是新民主党领袖林顿 支持率为15.9% 而叶里廷的民意支持率为12.5% 持续下降 锦列第三位 WOW TV 李超报道 本国财政部将在明天公布本财年的财政预算案 财政部长费拉迪表示 新的预算案将包括一部分刺激经济以及帮助就业的支出 费拉迪称 新预算案的重点仍将放在削减赤字 努力实现政府收支平衡的方面 另外预算案还将增加一部分新的投资 有消息指 财拉迪此次提出的预算案前景并不乐观 如果反对派一致投票反对新的预算案 将有可能引发新的大选 WOW TV 李超报道 加拿大空军的CF-18大黄蜂战斗机 今天进入利比亚领空 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行动 此次出动的本国空军战机从意大利特拉帕尼空军基地起飞 为盟国轰炸机执行护卫任务 但并没有立即参与空击行动 一旦众议院通过讨论确定具体时间 加军将最早在今天晚上开始执行轰炸任务 除了此次派出的6架CF-18大黄蜂战斗机之外 自2月份利比亚局势动荡以来 加拿大已经在利比亚的邻国马尔他 部署了一架C-17战机 两架Z-130J大力神军用运输机 以及一支13人的侦察小队 在利比亚海域部署了载有240人的夏洛特敦号护卫舰 WOW TV 李超报道 我们再一起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西方多国继续向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 利比亚武装部队宣布 当地时间20号晚90起执行全面停火 并停止在利比亚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 美国方面表示不承认有停火声明 但美国国防部部长盖茨表示 将会在未来几天内 把空袭利比亚行动的领导权 交给英法或者北约组织 英国国防部表示 21号清晨在地中海的特拉法加级潜艇 发动第二波攻击 以战斧巡航导弹攻击利比亚的防空系统 美军高层表示 联军连续两天空袭级轰炸利比亚 已经成功正创卡扎菲政府的防空力量 并已经有效地在利比亚领空设立禁飞区 在反对派控制的东部班加西市 设立了一支空中巡逻队 阻止利比亚政府军战机继续空袭平民目标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强调 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 是在利比亚领空设立禁飞区 保护该国的平民 而不是要推翻卡扎菲政府 正当的卡扎菲关地行政大楼 距离卡扎菲惯常用来接待外宾的大型帐幕 只有50公尺 症状被夷为平地 利比亚指没有人伤亡 早前美军表示 多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重创当地的防空能力 利比亚空军已经暂停活动 此前卡扎菲扬言 会与西方联军打持久战 利比亚政府军发射防空炮火还击 大地时间20号 大提卡扎菲的支持者 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各处举行集会 抗议多国部队对利比亚进行空袭 在迪利波里的绿色广场 大约1000名卡扎菲的支持者举行集会 他们手举标语 上面写着 我们绝不会屈服 和我们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他们还不断向空中鸣枪 对联军空袭表示抗议 并表示利比亚已经准备好迎接战斗 同一天 部分利比亚民众在迪利波里 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 参加葬礼的民众 不断向空中鸣枪 并挥动手中的旗帜 以表达对卡扎菲的支持 和对多国部队空袭的抗议 此外 在卡扎菲位于迪利波里的住所 阿奇奇亚兵营之外 数百名支持者20号 抗议多国部队的空袭 尽管夜晚天气寒冷 这些支持者仍然决定 携带家眷在露天过夜 以表达对卡扎菲的支持 我们下面再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 近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连续遭遇强降雨 并引发了洪灾 导致当地多条主要道路被淹 农田被毁 据当地的气象学家预测 悉尼及其周边地区 未来24个小时之内 还将遭遇更多的雨水天气 此次洪灾导致 新南威尔士州地区一片汪洋 洪水将街道吞噬 大量农田被淹 不少的车辆 陷入其腰深的水中 移动缓慢 另据路透社报道 政府还向一些处于危险地带的 公共学校发出了洪灾警告 提醒这些危险建筑内的人群 做好预防措施 此外 当地警察还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广口城市 五轮供的一座排水沟内 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警方调查怀疑死因可能是溺水身亡 截至目前 连接悉尼周边地区的多条高速公路 都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 与此同时 悉尼机场也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航班起降困难重重 据当地的气象学家预测 悉尼及其周边地区 未来24小时之内 还将继续遭受暴雨的清晰 今年1月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遭遇严重洪灾 影响当地大约20万居民 造成经济损失达100亿美元 转看有关日本的最新消息 日本警察厅今天宣布 截至今天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的强震 以及引发的海啸 已经确认造成8,649人死亡 1万2,800多人失踪 日本自卫队 今天继续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3号和4号机组进行注水工作 目前除了上不稳定的3号机组之外 其他几个机组的情况都有所好转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自卫队和消防队员 今天早上继续进行 对3号和4号机组的注水工作 其中向3号机组的连续注水工作 自昨晚9点半开始 持续6个半小时结束 今天早上 13辆消防车联合对4号机组 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地面注水 其中12辆消防车来自日本自卫队 还有一辆消防车来自驻日美军 总计注水量约90吨 此外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点36分 通往福岛第一核电站 5号机组的供电电缆接通 此前 5、6号机组的冷却系统 已经恢复正常 乏燃料水时的温度 也比较稳定 1、2号机组的供电电缆 正在抢修之中 冷却系统也有望恢复 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昨天说 自卫队连续两天利用直升机 搭载红外装置 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各机组 表面温度进行监测 结果显示 6个机组的表面温度 全部低于摄氏100度 这意味着 各机组发燃料池中都有水存在 连续数日的注水工作取得成效 但预计 即使此次核电站事故 得到妥善解决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6个机组 仍将报销 核电站辐射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 有更多的日本县市的农产品和自来水 验出含有放射性物质 县政府要求农民 停止售卖和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 政府则禁止4个县的农产品出口 随着对食品持续检测 日本更多地区的蔬菜和牛奶 被验出含放射性物质超标 其中磁城县北部的日历市露天耕种的菠菜 平均每公斤含点5.4万倍克 是日本标准的27倍 色的含量是1931倍克 接近日本标准的4倍 而千叶县旭市的铜蒿 群马县一市骑市的菠菜和高骑市的芥菜 都验出放射物超标 福岛县宣布 县内距离第一核电站30公里 4个地方的牛奶受到辐射污染 饭馆村生产的牛奶 点的含量是日本标准的17倍 福岛县要求县内所有奶农 停止出售或自己饮用这些受污染牛奶 而饭馆村的饮用水 也验出点含量是正常的3倍 厚生省圈域该村3700多名居民 不要饮用自来水 县政府则为居民供应矿泉水 而日本全国验出自来水 有放射性物质的都县 由6个增加到9个 不过世卫西太平洋地区发言人 科丁尼指出 日本多个县的农产品 发现有放射性物质 问题叫当初预期的严重 因为最初他们认为 只会局限在核电站方圆 20至30公里内 建议受影响的地区 不要出口农产品 世界银行21号发布报告说 日本大地震和喊笑 将使日本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减少0.5个百分点 灾后重建工作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 报告说 日本地震和海啸对经济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随着重建工作展开 经济迅速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回升 预计重建需要5年时间左右 报告说 预计日本地震损失在1230亿美元 到2350亿美元之间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到4% 保险业的损失在140亿美元 到330亿美元之间 预计政府在本财年会投入120亿美元 用于灾后重建 下一台年的投入会更多 报告认为 日本消费需求 以及工业生产的短期回落 会对亚洲及其他经济体 产生不利影响 因为日本在东亚产业链中的位置 十分重要 例如 韩国一些电子厂商 发现芯片价格上涨了两成 一些亚洲其他国家的汽车生产商 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面临零部件短缺的问题 WOW TV 李超报道 好了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我们还会为您报道 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中国国际救援队 完成日本地震海啸灾区 救援任务回国 队员身体状况良好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 联络澳大利亚和西西兰的奶粉商 增加幼儿奶粉的供应 市民小吃药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